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智慧城市物聯網編程班 我是第三課 核道監測系統的第三節 課堂的第三節呢 我們就會專注講解一下 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硬件配置 會是怎樣去插線 怎樣去做 我們會從直播的形式 我們去看看 到底這些硬件 在我們真實的情況下 會怎樣去運作呢 到底是透過什麼去運作呢 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去出發的 好 那就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我們的第三節 好 那一開始 我們就看到 這裡就有兩幅圖 那這兩幅圖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左手邊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Sender 即是說 這個負責發送的Microbit 到底是怎樣配置 而右手邊呢 理所當然 就是這個Receiver 即是我們接收的裝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個Sender 首先呢 我們會接上這個電源 上面白色的那條線 就是電源線 好 然後呢 我們二號插頭 就會插到我們的Kitten Wi-Fi Block 也就是我們 右手邊的上面那條線 連著那個呢 是穿著綠色燈的Kitten Wi-Fi Block 看到上面有個貼紙的 那我們大家就要認得了 那至於我們的Port 3 第三個接口呢 我們又接著這個 環境參數的Block 然後白色線再接著 這個就是Water Pot Level 也就是水位監測這個裝置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Sender 那個系統 那我們右手邊的配置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Receiver 即是我們接收裝置 它所需要的東西 那就非常之簡單 只需要上面接個電源 然後呢 我們在Port 4 4號插從 插過這個MP3這個裝置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MPV裝置上面有三個按鈕 分別就是上一手 下一手 還有播放 這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不需要用到那些按鈕 這樣 好 然後呢 就到了我們這個 第三個環節了 就是我們透過這些硬件 去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會怎樣 好 那大家現在應該看到 好 我的樣子的了 那我們就怎樣呢 我一開始就給大家看一看 到底我們會怎樣 第一 我們會有這個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 裝置 我們這個 水位監測裝置 然後 這個橙色 這個就是 MP3 到最後會怎樣呢 大家看不記得我們上一節的flow chart 就是我們那個 流程表呢 那個頭 我們是 碰一碰這個 水位上升 然後這個就會響 到最後 我們現在試一試 我們按一按 我們會聽到我們這個MP3模組就會響了 它就會說 有一個人在裡面說 警暴水位上升 這樣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就要再看一看 我們到底整件事 由頭到尾 我們是怎樣做成的 首先 我們這些 全部都是 開始時的設定 我們不需要太過在意 然後我們 記住 我們這裡有個第二 重複無限次 我們將這個數字 這裡裡面的數字 我們會把它送去 WATER這個主題 換言之 我們可以去這裡看回 我們每兩秒鐘 就會有一個數字在上面 我現在去按一按這個 就會看到這裡圖中的數字是會上升的 然後的MP3 就會開始有些聲音出現 還沒完 那記得我們在這行曲 我們還做了什麼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還做了一個半秒的心心 我們為什麼有心心在這裡呢? 我們就要知道 到底 我們在這個小程式 我們在這個小程式 數據觸發的小程式 到底有沒有收到WARNING 這個訊息 如果有的話 我們在這裡 就會顯示了一個心形 隔半秒就會收回 那我現在再去看一看 如果我們按實的時候 會怎樣 看到心心就在這裡閃了 那就是半秒的時間 它就會看到我們有個心心在這裡 然後就沒有了 那我們可以證明到 有東西去 top to send message 這個 這個 主題 然後 我們去到最後 我們看到的心心之後 就代表著它會去廣播一個訊息 去後面這個東西 當然 廣播群組 是會切成同一個群組 然後 我們去到這個 receiver 這個硬件組合 我們就會看到 很簡單的 它只是有 這個 microbit 電源 和MP3 的block 那麼 我們就會看到 如果 這個 收回來的 折文字 是等於 Warning 的話 我們就會去 播 這個 Warning 這個東西 那麼 來 就試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去到哪個畫面 我們就去 這裡 大家就可以一路看著 實時的數據 到底是什麼 就是 這個 我們看到實時的數據 暫時的讀數是3 所以我們就沒有Warning 我們去按一下 數字的時候 看到 又上升了 92 那它就會響 看到 這裡是個數字 是它的讀數 而且 這個Warning 那麼 這個Warning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裝著 告訴我們 我們在這個 數據觸法這裡 我們成功發送了 Warning 去到這個主題裡 然後 在這裡 我們收到 這個 收到這個訊息 然後 心心就會去 閃一閃 再去將 這個Warning 發送到 我們另一個 收這個 這個 模組裡面 去到最後 我們就會在這個MP3 聽到 這個 警報水位上升 這個音樂 音檔 那 大致上 我們這一課 就去到這裡了 那 這個 project 也都 完成了 那 在這裡 下課 好 再見